我们以前坐地铁去房山的时候 路过一个像城堡一样特别漂亮的建筑 后来仔细一看是一个葡萄酒庄园 我们今天起了个大早 准备去那溜达溜达 最近天气凉了 我就说小月咋不喝皮的了 原来是准备给他去买点红的呢 你梳几分钟就行了 上面那个发际线没长头发 梳也是白梳长不出来的 给他做个按摩歪音呢 照你刚才说的我是常红酒了 那个酒庄里面不仅能买红酒 还可以休闲度假 有采摘 还有儿童游乐设施 好像里面有西餐厅也能吃饭 还有呢 那个什么品酒活动啊之类的 反正那就跟个大公园似的 可以去里面溜达一下转一下 不一定非得说是买酒 咱们就去里面就游玩一下呗 带果果长长见识 反正我长这么大 还没去过那种城堡式的酒庄呢 你去过吗 我去过 我去海南海花岛去过城堡 那个是五星级酒店 不是酒庄 走 今天跟小岳去找点件事情 今天那里边环境应该不错 到时候你多给我拍点美照 我就穿这一身行吗 可以 我们离这比较近 二十分钟就到了 这个酒庄的门票 大人四十 小孩二十 今天我们四个人一块玩 这俩小家伙 早晨刚到就饿了 买个烤肠吃 感觉这个酒庄里面面积特别大 整体上像一个大公园 我后面就是个像城堡的建筑 然后那边有个很大的草坪足球场 干嘛呢 动人家这个木桶干什么 这个是酒桶里面装酒的 一桶葡萄酒 这是装饰吧 咱们现在打卡拍照吧 这景不错 我忽悠孩子忽悠怎么样 我们现在在这个欧式城堡这打卡拍个照 来 看着啊 这边草坪上有好多免费的游乐设施 把果果装球里了 到底呢 刚刚陪俩孩子在草坪上滚那个圆球玩了半天 他俩终于玩过瘾了 我们现在从这个城堡的正门进去逛逛 感觉这个城堡盖的太漂亮了 然后对面就是刚才我们玩的那一大片草坪 这个场地也可以办婚礼 我们现在去这个城堡里转转 感受一下欧式风情 这有一个北极熊标本 你说这是一个真的北极熊吗 这么大 大伟 我特喜欢这种欧式的家具 你说咱们以后再装修房子 就买这种家具怎么样 这个得屋子大 你家里不大 你装不出这种风格 这个家具小屋子放不下 这有一个西餐厅 然后对面是葡萄酒展厅 咱们去看看葡萄酒 走 进去转转 刚刚在那个葡萄酒展厅里转了一下 各种品种还有价位都有 问了一下节假日的话打八折 我准备春节之前来这买两箱 招待亲戚朋友用 这个酒庄面积特别大 里边还有好多自己种植的葡萄园 但是这个季节葡萄已经摘完了 我们现在准备去棋验那个采摘 有机蔬菜在那边 走 我们现在到开西农场了 来找个小铁员 刚刚问了一下旁边那个大姐 她说这边菜地都是租出去的 每个小木牌是每家的地 一年租金三千多 然后除了冬天特别冷的时候 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应季的菜 可以过来采摘 想种啥 这边人就给她种啥 对 就是这边人负责种跟打理 然后自己选择想吃想种的蔬菜种类 感觉还行啊 一个月三百多 每个星期来这摘点菜 这些品种都可以摘 十块钱一斤 摇摇晃晃的 把摇对摇开 行成功了一个 根断在里面了 哎哟 坐地上了 没事没事 挺好 新鲜出土的胡萝卜 把萝卜 把萝卜 黑呀黑呀 把不懂 快拔吧 让我想起这首童谣来了 实践 哎呀又坐地上了 行成功了 他俩人挑的这个胡萝卜不大 但是行可以吃 那棵树啊 小月看到这里的小米辣 说这小米辣也比较划算 本来超市小米辣就很贵 可以 会割韭菜吗 不会 找高一点大一点韭菜 对 现在果果找了一把比较长的韭菜 我整理一下 媳妇 以后退休之后 你跟我回我们陈西龙冲老家 咱们两个去菜园子里拿个篮子 摘下菜回家做饭 是不是很接济气 咱们煮在这包一片地吧 陈西老家太远了 一千多公里 我想儿子想孙子怎么办 就是来去不方便是吗 嗯 你们两个上车吧 咱们坐那个观光车回停车场 就不用走很远了 我们摘了两斤菜 花了二十块钱 感觉还挺实惠的 这就是北京 我们要回家了 回家干嘛去 想回家 你还不想回家 我回家要写作业 回家要写作业 咱们先吃烤鸭去 我们的烤鸭上来了 我看你们北京人都喜欢吃烤鸭 嗯 我们仨都爱吃 你俩自己卷 会卷吗 我锅今天胃口也挺好 玩累了估计 多吃点